大家都知道呢 CUSH AUDIO的音染插件 压缩插件 均衡插件等等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混响插件做得怎么样呢 咱们今天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Alex 这款插件呢 可能早就应该讲 它是一个我认为 特别好听的一个 混响的一个插件 但是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忘了 因为太多插件了 所以呢 想起来呢 咱们就开始讲 这个插件叫Gold Plate 是来自于CUSH AUDIO 这个应该是 他们唯一的一款 混响的插件 首先第一点要说的是呢 这个混响插件呢 它音色好 是有一定代价的 因为它的CPU占用率比较高 我不知道是不是 CUSH AUDIO还需要去优化 或者是它的算法 比较的复杂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呢 你不可能把它用的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音色好呢 总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是CUSH和Relab Joint 就是Gregory Scott 他们的这个创始人 和Relab Relab呢 是出了这个Lexicon 480的那个模拟的插件的 那个公司 他们一起来合作 做的这款插件 首先要说的是呢 这个Gold Plate呢 它确实是有一款平板 是镀金的 就是EMT公司的240 我们以前都讲过 EMT的140 特别好听的 那个平板的混响 但是他们还有一款240 支援的是镀金的 那个材质 这个EMT240呢 确实也是很多很多人 追寻的这么一个音色 因为平板混响 这个材质 基本就会影响到 你得到的声音是怎么样 而镀金的这个材质呢 也确实是有特的特点 所以这个插件呢 就是模拟EMT240 或者至少是从那个地方 得来了很多的灵感 借鉴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 我先给大家听一下 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概念 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声音 Mail it up But that's all I really know about her You see my lover was me He fed me gasoline All it seems Just to keep me going He loved me so hard He couldn't love me much more He loved my head into the 所以呢 你可以听得出来 它的声音非常的饱满 非常漂亮的一个声音 咱们呢 很快来讲一下 它这些功能 从左边开始看 这个Blend呢 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放到了 插入轨的话 你可以作为干湿信号混合 去混进来一定的声音 Output呢 就是它最后的 总的输出的音量 当然如果你放在 发送轨的话 你的Blend呢 就可以是100 Output的话 你可以拿你的推子去控制 这个Drive的话 它是帮你 把你的声音先处理 增加音源 然后再进这个混响 声音听起来会稍微的厚一些 我在这个地方 可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注意听声音的变化 现在是没有Drive 很显然你能觉得 那个声音音质变粗了 我们在后面这个听一下 没有Drive 拽好的时候 马上你的声音就变薄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过载的那么一个功能 帮助你把你声音 稍微增加一些音源 然后再到 进到这个叉截里面去 增加整个声音的这种 宽度或者厚度 然后这个推子呢 那基本就是你的混响的时间 最短的时候可以到500 最多的时候可以到5秒 在后面它有个Squish 这个Squish实际上是 它UBKE的那个插件的 那个压缩的那个程序 它拿过来 如果没有Squish的话 是这样的声音 它可以呢 帮你把你整个这个声音压缩 让你的这个混响声音的动态变小 这样的话 你可以通过你的音量 把它转下来以后呢 比较平缓的去混合进去 它不会根据你的声音 输入的变化特别大的时候 就会产生特别大的动态 这个也牵扯到一个 很多人经常会用的一个 在混响上加压缩的这么一个概念 它希望这个混响的声音 一直平平的飘在下面 相对平整的飘在下面 而不希望它说 根据你输入的 音量的动态大小 而上下变得太多 所以这个Squish呢 基本上可以给你这样一个功能 接下来宽度 就是立体声的宽度 你可以把它变得很窄 或者很宽 Predelay 这就是预延池 完了呢 它有一个低切和一个高切 低切呢 可以切掉500赫兹以下的声音 高切呢 可以切掉 最多的时候可以切掉500以上的声音 当然你在这个地方需要去 有一个平衡 下面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是 它有一个铁的材质 和一个金的材质 这个混合 这个东西呢 会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这个音色 我们来听一听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给大家听这个诗信号就好了 现在百分之百的是steel贴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steel的这个声音相对来说是顿一点的那种声音 gold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中频高频会有一点那种滋滋滋滋滋滋的那种感觉 比较的听起来稍微的晶莹剔透一些 区别呢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你仔细去听的时候 甚至你拽了拽去的时候 你一定能听得到出来区别 它有一个混合比较好 是因为如果你完全放在gold这边的声音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太华丽或者是太亮丽了 你可以把它混合到一定的比例 但是它这个插件下面还有一些比如bypass 然后呢oversampling呢 然后还有一些预设等等 这些基本都是很常规的东西 所以在使用中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一个合适的时间 然后呢这个drive呢你最好开一些 因为开一些确实能让它的声音变得好一些 squish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差不多10%15%的样子 预延值呢就跟着你的需要去调整 比如大概像这样 然后呢你用你的发送轨的推子呢 去混进一定的比例 Well you say that there are forces pulling you south of the border Well then I suppose It's supposed to happen Just give me just one night To set us both right I'll send you off satisfied I'll send you off smiling So大概是这样一个使用的方式 操作起来还是相当简单的 基本是属于那种直接放进去就 声音就很好的一个混响的插件 除了CPU占用力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话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gold plate 镀金平板混响 咱们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